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节目中很少碰这东西 我道理讲的很简单 整个欧洲社会 欧美社会 它的文化在摧毁 文化本身包括它的宗教 包括它的信仰 包括它的经济 国家 体制 意识形态 观点 全都包括其中 而他们摧毁的本身是命运的故事 是他们个人主管人自己在运作过程中 出于各自的私利 用着冠冕堂皇的借口 从而走到这一步 而摧毁的概念就靠战争 靠战争 靠对立 靠一种消灭他人 而使得自己存在的方式 在它的整个整体宗教的内部 它的文明内部的本身 起到了一个分裂分化 最终它的最终的原因就是彼此失去信任 宗教建立的一切就是信任 摩西实界 他可以使得当时的犹太人 接受他 那神只见摩西 不见任何其他人 摩西刻在石碑上 下了山之后 跟说这是神说的 那某犹太人就得接受 那中间第一次 犹太人不接受 是里头出现利益 对不对 就是普通人就是利益 但第二次 摩西又去请神 宽恕犹太人 然后就拿回了第二个 摩西世界的碑 那结果呢 从埃及走出 埃及的犹太人 最终包括摩西自己 都没走到止境的地方 只有两个人走定 剩一人全死了 来自神的惩罚 你不相信神 但呢 他们没有见过神 对不对 他们只见过这碑文 然后这个碑文呢 后来的犹太人 就建立了 所罗门圣殿 这就约会出来 那这就是 然后再往下延伸 等到了 两千年 一千五百多年之后 那耶稣又诞生了 是不是 那然后基督教产生 天主教产生 东正教产生 西罗马 东罗马 就这么风化出来 而他 他一直到 俄罗斯的东正教 那俄罗斯的东正教 很靠后了 公元九百多年 那就太靠后了 他是衰败的过程 对不对 那衰败的过程 那这些 那现在的人都不是 都改科技了 AI了 对不对 都玩乐了 真假 真假搞不清楚了 那他的价值观 就越来越背离 那这份文明就完了 那这份文明 你看 那作为今天的 以色列 在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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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马斯之间在打 现在已经打到了伊朗 今天伊朗说又炸 那就是 以犹太人的 本土的地方 为基础 战争在爆发 而另外一方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有发了今天 跟北约之间 欧盟北约之间的冲突 一到北约 就把欧洲 把这个北美 澳洲 就全都 全都给 全都给引茂进去 也就是说 在复活节 去 信仰 复活 神的复活的 所有的国度 民族 都去引茂进去 而出现了整个冲突 对不对 那也就变成了 在欧洲的本土的地方 就是一种战争衰败 消融的过程 各自出自于自己的理解跟认识 然后你就看到它蜕败 蜕变的过程 所以我就把它 我愿意把它称为是一种蜕变的过程 那都有自己正义的理由 法律的理由 自由的理由 保护自己利益的理由 国民安全的理由 那所以我眼睛里就这么看 这是一种西方文明的衰败 人们可能每个朋友会有自己的 从正义的角度 我觉得我个人都可以理解 克里姆林宫表示 俄罗斯跟北约正处在直接对抗中 那就不一样了 跟乌克兰战争就不太一样 这是克里姆林宫今天说的 那他说完之后呢 结果布林肯就说话 布林肯说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 克里姆林宫表示这份态度之后 那国务卿坚决支持 对乌克兰进行支持 他的支持叫做坚入磐石 每一个北约成员国 依然是坚入磐石 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 那这句话说的 说的呢就是不是现在表示 他在此之前都有过类似表示 战争两年多 那乌克兰最终会成为北约成员国 但需要有着很长的路 原来是这么说的 我在一会儿就是整个故事就这么故事 这个故事在我眼睛里 那就保持冲突吗 对不对 那保持冲突 整个欧洲文明在衰败 在削辱 那另外一个人 这都很有趣的 北约成员国75周年的时候 他们在策划着生存的概念 这就出现了一个对立 生存的概念什么意思 他们承认拜登 川普很可能获得白宫 川普一获得白宫 那北约就立刻成为了一个 立刻出现了一个生存概念 因为川普明确讲 谁不给钱 我美国人就不保护 你必须掏钱 2%的会员费 2%的会员费 给小费还给10%呢 15% 20% 中国人他们也给2%的会员费不给 那不给呢 不给就怎么办 不给就麻烦 就是说北约可能就会出现生存问题 所以它的原意就是说 当川普进入白宫的时候 北约就是一个survive 而不是发展 是生存 那北约就成为 很可能进入一个生存危机 就是川普的出现 所以如果你这么对比的话 就变成了北约受到了川普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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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的威胁 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 对不对 那川普就成卖国了 所以 所以这就是意识形态 取代了信仰之后 那 欧美社会的文明 在自我摧毁 这里头 包括俄罗斯本身 俄罗斯本身也来自于欧美文明 所以这是 有人说 陶哥你老这么解释 什么意思 这就是不灵了 人类的 就是人类的自我贪婪 已经超越了 他们从圣经中 得到起物的 自我约束的力量 贪婪的力量 超越了自我约束的 道德的力量 就完蛋了 那这里面 他就讲述了 怎么survive 如果川普上来之后 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然后 欧盟内部今天 已经承认 川普很可能获得 白宫 从而就如何如何 我个人觉得就没所谓 主要讲的是钱 而我跟大家分享 就用了三篇新闻的标题 在讲述着 欧洲在崩溃 欧洲在崩溃的压力中 在甚至解体的压力中 它是一个整体的 文明崩溃了 经济就崩溃 社会就崩溃 整个人文的一切就崩溃 它源自于他们的道德的崩溃 不是说 而战争只是它崩溃的 一个直接的手段 一个表象 而川普的出现 却从另外一面 在表示了他们的不合格 感谢朋友 支持